哈囉 各位 我是立昂 今天我要來跟各位講解 三個我常見到的正拍的錯誤 哈囉 各位 歡迎來到立昂提名 今天呢 我今天要跟各位講解的 三個正拍常見的錯誤 是我常常在很多 比如說 河堤邊啊 或是業餘的球友 常常在犯一個錯誤 那這三個通常是連貫性的 好 那 第一個錯誤就是 當他做完我們之前講解的 分腿墊步之後 他沒有及時的去拉拍 他沒有及時的去做一個轉身拉拍 他可能常常 墊不完 然後 等球 墊不完等球 球快到了 才突然拉拍這樣 所以呢 要怎麼去改善 當一 二 墊不完的時候 身體就要往右邊轉 正拍的時候 然後 墊不完 當然你要做一個很好的 分腿墊步教訓 你可以去看之前的教訓影片 所以一 二 墊完 身體就往右擺 好 那正拍常見的第二種錯誤呢 通常跟第一個有連貫性 就是當他在拉拍的時候 他左手是直接去指球的 那這樣會造成幾個錯誤 就是 當你左手去指球的時候呢 你的身體沒有辦法直接打到一個轉成 很好的Uniturn轉身的動作 這我還在之前也講過 所以 比較好的方式就是 運用你的左手去拉拍 你可以看到比較高階的 Pro的選手們 例如就會比去他們 他們在拉拍的時候呢 他們的左手就會往右邊去推 做到一個Uniturn轉身的動作 所以聯合第一點跟第二點 墊不完 分腿墊不完 直接轉身 分腿墊不完直接轉身 然後運用左手去拉拍 那我要講第三個常見的錯誤 就是當他們拉拍的時候呢 可能都有 都拉得還不錯 但是他們繞的時候會繞太大 這樣子會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動作 以及擊球點上面會很難去抓 你只要擺在這邊就好了 在你身體的後方就好了 不用擺到轉身那麼多 OK 所以 用你的左手去拉拍 然後去做到一個 在身體後面的拉拍 當你這樣直接要打正拍的時候呢 你只要把球拍放下來 球拍掉下來 就會有揮拍了 那我這邊來加一個 正拍常見錯誤的第四個 很多人在揮拍的時候呢 他球拍是不掉的 他球拍不會掉下來 所以當揮拍的時候 直接往前去平推 放 然後呢 沒有去做那個雨刷的動作收起來 這樣子呢 他的球很容易噴掉 很平很快很容易噴掉 咬不到球 想要打旋的時候 也沒辦法打旋 那一種比較好的方式 就是拉好拍 拍面朝下 拍面朝下 帶起來的時候 做到一個雨刷的揮拍揮完 所以呢 所以呢 今天呢 總結一下 大部分的錯誤 就是第一個 他墊不完的時候 沒有急適的去轉身拉拍 所以常常造成球會來不及拉拍 然後造成擠到 第二個就是當他拉拍的時候 左手直接擺在前面 身體面熱的球場 沒有一個Uniturn轉身動作 那怎麼改進呢 就是用左手去拉拍 左手往後推去拉拍 好第三個就是你球拍不要拉太大 拉在你身體後方 Uniturn 肩膀轉身足夠就好了 不用拉到那麼大 好那第四個呢 記得打球的時候 要把你的拍頭放下來 拍頭放下來 做一個包球的動作 這樣子呢 你的球 會比較好控球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對各位有幫助 如果有任何網球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或是把你打球影片 傳到我的粉絲專頁給我 我可能 會有一些動作上面 或是教學上面的提問 會做一個教學提問的單元 把你的影片放上來 然後跟大家講解 你的動作哪裡需要改進 或是哪邊需要做更好的進步 才能讓你網球打得更好這樣 歡迎把你的影片丟上來給我 我如果覺得很棒 是一個很好 大家會想學議題 我就有可能會發片喔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我們下次見 See ya 哈囉各位 今天生技的抽獎活動現在還正在進行喔 到6月30號 晚上10點整 我才會公佈得獎名單 所以趕快去留言吧 我會把連結放在旁邊 趕快過去 留言把這個那麼好的陰陽品 帶回家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啦 See ya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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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